怎麼樣帶起來煮零失敗的 超簡單豪華蘿蔔糕 重點我會擺在比例 歡迎收看 又生醬煮 很可以 怎麼樣帶起來煮零失敗的 超簡單又豪華蘿蔔糕呢 來準備一條蘿蔔 那這個剉槍呢 在某時候它其實蘿蔔的水分 就會已經開始喪失一些了 尺寸方面啦 不要太細也不要太粗 就一致就好了 那現在只要把它下面底部這個水 稍微的把它粒掉就可以了 是我這個蘿蔔糕的第二個步驟呢 就是來調粉漿 蘿蔔對粉漿呢 會是一比一啦 等於說你用多少蘿蔔 就要有多少粉漿去對 這樣子吃起來 才會是料好實在 那我們來準備這個再來米粉 市售有很多再來米粉啦 那我建議是 這個一分錢一分貨 它除了有這個米香之外呢 它也會比較沒什麼添加的 奇怪怪的粉 比較純啦 一定要買新鮮的 那我們今天準備了這個 這個粉呢是600 跟十分之一的太白粉 所以是60克的太白粉 水的話呢就是 1比2嘛 1200把它攪均勻 攪像芋頭西米露這樣喔 固固啊 然後不要有沉澱啊 不要有結塊 OK 那我們接下來呢 炒這個蘿蔔刷牆 把大部分的水瀝掉 就把它慢慢開始乾炒 那炒的時候呢 就一樣 溫和慢慢控制 那也不用加太多的水或油 因為它這個本身水分很高 我們主要目的就是要把那個水炒乾炒掉 稍微變色就OK了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底下 會有一點乾巴的狀態 這其實就是我們要的香味來源 可以嗆一下水 然後讓它收起來 你的蘿蔔馬上就會變成像這樣咖啡色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來準備我們的底料 首先呢 我們來看幫這個比較油的東西好了 這個辣肉 慢慢的 稍微變色了之後呢 火給它轉小小 把那個香味啊 煸出來 然後肉的部分 把它多乾一點 稍微吃起來 就像在吃肉乾這樣子 好啦大概把它煸成這樣子 就可以把它撈出來囉 這種辣肉其實它本身鹹度都很夠 所以為什麼剛剛我們在調那個 蘿蔔糕的粉漿 我不加鹽也是這個原因啦 原鍋油繼續留著喔 蝦米 蝦米的話盡量買放在冰箱的 放在冰箱跟放在斯文 也有很大的差異 就是新鮮度 第二個就是反而回家先聞一下 臭了怎麼辦 泡米酒就會可以了 蝦米其實大概一分鐘的乾煸時間就好 好接著呢 我們把這個香菇 水分最多的食材把它倒進來 中小火呢 長時間才會萃取出最棒的香味 好大概煸到這個顏色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撈起來囉 好那差不多的話呢 我們就先把這些材料放涼 同時間我們來準備這個烏魚子 那這個烏魚子呢 因為我們待會也要一起下去蒸 所以不用太熟 那一樣準備一個高粱酒 高酒精的蒸餾酒都可以 然後表皮刷一下 都要刷到喔 好了之後呢 稍微靜置五分鐘 我們把它拿到一個烤盤上 準備一個噴燈 一樣 大火喔 開始的 就對了 簡單的把它翻面一下 差不多了 烏魚子的前置就完成囉 很漂亮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準備來做我們的蘿蔔糕 好了 接下來我們把一開始準備的這個 再來米粉漿回來原鍋 開小火 好 這鍋底呢很重要 這等一下 不要丟喔 下來這個蘿蔔乾 接著把它攪散均勻 讓我們粉漿啊 糊化這個溫度 就是大概98度左右 所以它會開始很難攪拌 對變濃稠 那切記喔 不要丟硬喔 不要丟硬 好那這時候已經開始糊化了齁 那如果你剛開始一下 馬上就糊化了 馬上就解皮的話 你可以加一點水 其實這個動作主要就是要把這個蘿蔔啊 跟粉漿拌均勻 然後讓它稍微加熱一下就好 好炒到這個程度 我們就可以關火囉 準備來灌進去我們的電鍋裡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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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之後呢我剛才不是說這個要來抹麵嗎對不對 是抹這個頭麵 好把它刮下來一點點水 這不要浪費 外鍋兩杯半的水 差不多我們拿去蒸囉 哇等了好久我們的蘿蔔糕終於完成囉 那我教大家找到潘地 你再拿一個乾的竹筷子 再去搓搓看它有沒有熟 如果它像這樣很乾淨都沒有沾黏的話 代表說它已經OK了 那如果拉夾還是有很多的節力 就是米醬那個要熟不熟的那個幾條夾黏在上面 代表它還沒有完全熟透 所以請大家再補一杯水進去 那為什麼不要一次下三杯水呢 因為它水會太多啦 哇經過大概一個小時的室溫放涼呢 我們的蘿蔔糕已經表皮結成QQ的皮了 一定要在這個時候才可以去切它 要不然它很容易就是塌掉了 哇 蘿蔔糕終於完成了 我們先要來試吃囉 嗯 味道很自然 自然到你一會也沒有辦法想說 這是一炉蘿蔔糕是這個味道 因為我們今天用的是再來米粉 比較好的 所以米的香氣其實很明顯 就那個米那個香氣搖搖搖搖 然後後來有烏魚脂那個油脂感跑出來 然後跟辣肉那個鹹鹹的香味 因為我沒有加鹽 所以鹽都來自於這幾個配料 這樣子你學會了嗎 我們的超簡單豪華蘿蔔糕 成功 好嘞 那麼下次記得繼續鎖定 又生醬足 很可以 掰掰 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